你喜欢吃软的糖果还是硬的糖果 说到糖果两个关键字 今年五岁的小旭立刻躲到桌子下去 就因为她曾经吃糖果被噎到 然而爸妈却找不到儿童急诊 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想掉眼泪 就是对真的很担心 当妈妈的想到当时仍旧心痛而类似的情形 还有这位林小姐当时儿子半夜发高收 我先带她下车 我先生去停车 然后我就马上出来了 我说不用停车了 赶快先去医大医院 就因为赶到最近的岗山秀传医院 然而却没有儿童夜诊 现场几位岗山地区的妈妈 都曾经遇上孩子身悦有急诊 为了找儿童急诊而奔波 开车大概至少四十分钟 你还要停车还要走来走去 所以如果我错过那个十天 可能就来不及了 人家都说黄金治疗期 有可能就是在这二三十分钟 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时机 每个小孩都是爸妈的心头肉 要是因为延误就医有个不测 要如何能承受 于是纷纷向一元成型 北高雄来说的话 大概有六七万个儿童 如果要说到夜间儿童门诊 那就没有 而且尤其是夜间儿童急诊的部分 目前高雄儿科专科 两百四十一家医疗机构中总计有五百八十一名的儿科医师 都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华氏新闻秋军平荣浩北许文男高雄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